你见过上海版的蝙蝠侠吗 1930年的上海滩 打扮成服务员的猫女刚启入斧头帮 便被一众小弟团团包围 既然如此 那他也不装了 当场致敬了一波乌鸦哥 情侣者一个蜻蜓点水 转眼便来到老大面前 美名其约 卷轴放在他这里不安全 自己心替他保管一下 随后躲窗而逃 一套空中转体突然落地 这波我给满分 这抢到斧头帮头上来了 是说能忍 谁说都不能忍 小弟们紧跟着追了出去 对猫女展开两面包夹之势 但都是出来混的 谁还没练本事 猫女记住场边 飞起一脚 只见锋利的箭头 朝着对方要害袭取 谁知这小弟也是个练家子 一个乾坤手 猛的一把强行拉近和猫女的距离 和他展开了健身战 二人打得 那就一个男神难分 都在不停地问招 试图寻找对方的破绽 电弓火石之间 男人一把另起猫女 紧接着一击崩拳 重重后摇 直接将其打飞出去 正着对方还没反应过来 男人一脚一个锣鼓 丝毫不给猫女反击的机会 好家伙 你管这些小弟 就在指导人打得水深火热之际 突然一个不速之客 融融战场 来人正是贝恩 原来他的目标 同样是神龙卷轴 就在刚刚目睹事件经过了他 刚想去凑个热闹 可谁知却来了个三百斤的富婆 戏狗行不行啊 男人不能说不行 只见贝恩瞬间爆起 变成双手霸王 一路哄冲直撞 跳到了壮楼顶上 强行指紧了一波金刚 随后当场来了个信仰之月 跳到警察堆里 你以为他被包围了 其实警察们才是被包围的那个 贝恩一跃而起 化身受弹冲击 席卷全场 在解决麻烦后 动用战场的贝恩 闯攻抢走着神龙卷轴 看见陷入昏厥的小弟 上海滩的直发者终于站了起来 一个神龙卷轴 引着多方势力尊强 随时老爷抄起双结棍 对着伯恩就是一套不解释连招 打了对方保护招架之力 同时还将卷轴给打飞了出去 只不过被那猫女得了鱼翁之力 在下谁都不干了 一猫一蝙蝠 还有一个狗熊 在激进的上海滩 算引了一出给开生命的敌影器 大敌当前 猫女老爷齐心协力 一次两波奸金之势 成功将伯恩打得失去知觉 但胜者只有一个 没想想软一步将武则 一个偷袭 基于猫女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神龙卷轴 这波是上海蝙蝠侠的胜利 其实上海蝙蝠侠就是动画短片 是由华纳 有特三名国内 老鹰动画工作室设计并制作的 等等四分钟的动画 无论是打气还是容物动作设计 都是晴云流水 仪器合成 特别是打气方面 都是张力十足 水魔风的武打设计 也是极具特色 最后的皮影戏 总是让人眼前一亮 作为一个十多年前的动画 即便放了今天 也是依旧不过时